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辛苦了 我们政府已经申请加入CPTPP了 过去反对贸易自由化的农业经济教授 陈教授你曾经讲过 加入TPP将是台湾农业的生死之战 现在同样是要加入贸易自由化的CPTPP 农委会的陈吉仲主委您积极准备加入 主委你知道吗 我看过您针对TPP还有CPTPP的所有的演讲还有谈话 我认为您的确是专家 但是台湾的农业是生是死 要看您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了 您是站在农民的立场呢 还是站在贸易自由化的立场 所以今天我有几个问题要请您回答 第一个问题是现在申请加入CPTPP 我们的政府对于农业的产值损失的到底有多少 而农业失业的人口会有多少 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出口产业来延后零关税 来换取进口农产品延后零关税 我希望您针对我的问题简单的回答 谢谢 好如果加入CPTPP政府都不做 而且产业的所有的调试策略都没有出来 没有我说农业产值损失皮股有多少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不是这个农业产值的损失会因为有不同的谈判的情境结果 我举例来我这个要具体回答 农业的失业人口有多少 这个会跟产值的损失有关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出口产业延后零关税 来换取进口农产品的延后零关税 应该是说其他的工业部门的出口产业某些 在等这些国家 好了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因为我的几个问题都很针对您的专业 我就说吧 具体到底有多少 其实我看到了 您今天回答所有其他的委员 你都不讲 不要忘记我们经济部在2013年的时候 他曾经对加入TPP做的评估 当时就讲得非常的清楚 加入TPP 我们的农业产值会损失600亿 农业失业人口会16000多人 而且你也曾经提过 日本加入TPP之前 他们也曾经评估过 农业的产值损失是3兆日元 失业的人口将会有340万 为什么现在农业产值损失和失业人口不能讲 其实我认为 如果说出来的话 可以作为谈判还有游说的依据啊 所以我认为一定要说清楚 给你30秒说清楚 跟委员报告 如果这个600亿产值的损失 那它是全部开放的 加入CPTPP 政府对农业产值损失到底有多少 农业的失业人口会有多少 针对我的问题回答 如果不能回答的话 我就跳到下面一个问题 没有 我还是要回答 TPP里面有美国 所以扩掉美国以后 那如果完全自由化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现在我问你 去掉美国 不要忘记哦 加拿大 纽西兰 澳洲 都是农业大国 而且是农产品的出口大国 我要问你第二个问题了 黑板当年加入TPP之前 提出了农产品的五大生育保护 现在我们加入CPTPP 请问我们农产品要保护的生育几个 有哪些该怎么保护 然后对于那一些被排除在保护之外的农产品 你要怎么面对还有因应 请你简单处理 第一个我们尽量的把关税配合 再加入LTO的这些敏感性的二十几个品项 要尽量的排除到零关税的这个清单 那其他可能有竞争性的 像一些的茶叶或水产品 我们应该要让它零关税的期间拉越长越好 甚至到16到21年 你说几年 16到21年 越南就16年 日本21年 好的 日本还有你刚刚讲的 我们的经济实力会比他们大吗 他们的降税调试期我们可以达到吗 我再提一个例子 日本用汽车业出口来延后它的零关税 然后来换取日本进口农产品的延后零关税 那我们我们要用什么 国人讲到非常正确的一个就是把农业要当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日本它是用汽车出口延后零关税 我们要用什么 我们也希望工商业部门 有没有因应 如果没有因应的话 你可以回答说那是经济部的问题 好不好 这个是会跨部会来共同努力 把像我们的稻米团 好了好了好了 我也不要忘记也提醒你 因为你很爱浪费这个询问的时间 所以我要跟你讲其实我们政府其实有损害救助基金 对不对 请问一下现在这个基金剩多少 我们未来预定要变多少才可以应付农业产值的损失 在加入LFTO的时候我们有编进口损害救助基金 所以我现在问你啊 现在我们的农损基金里面直接由公务预算来 我们到底要编多少才可以来应付农业产值的损失 因为你不告诉我们损失多少 那么这个农损基金到底要怎么编练呢 然后你不告诉我们具体的数字难道会是一个无底洞吗 各位委员报告我们现在的农损基金每年就是用公务预算 那我是说加入CPTPP之后我们的农损到底会多少 你准备要编多少 这个也不能讲吗 我们的农损只要农损基金 还是你们没有评估 没有评估注假没有评估 要根据不同的那个所谓的多少保护品项 以及它自由化的年限来 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了 我再差不多下一个问题 你不想回答我也没有办法评估 我们现在的粮食致给率已经不到32%了 加入CPTPP之后粮食致给率会不会继续逐年下降 我们认为应该不会 你以前不是讲啊不会啊 你做成教授的时候你说 只要是加入自由贸易的时候 我们的粮食致给率它一定会逐年的下降 这个无法直接这样去看是因为他把稻米的保驾收购了 你以前是这么讲的 为什么现在加入CPTPP之后就不会上架 因为这几年的粮食致给率 你有什么神的方式可以不让他下架 好啦再下面一个问题 你以前主张自由贸易协定之前 在谈判期还有谈判完成之后 政府都应该要公开透明公布一切资料 交由全民来讨论和通过 现在你的立场是什么 同意啊 好好好你终于这么多的问题当中 回到了你的陈教授 这个本来就是要具体全民去面对这个问题 好我再问你你以前也有提到 全民讨论参与和辩论为什么没有 我们看到现在都是政府一面倒啊 我们哪里有参与我们哪里有讨论 我们会具体的去下乡沟通说明 所有CPTPP对农业部门的影响 既然如此麻烦你发挥你最爱的日本 日本当初要加入TPP的时候 他就有这个过程 如果按照你所讲我们等待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我要讲的是 我们需要一个监督CPTPP谈判的条例吗 你认为 他应该叫做所谓的TPP法案 不是叫做所谓的监督或是什么的 不要忘记了在两岸服贸的时候 不要忘记了两岸服贸的时候 立法院通过了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现在我们要加入有11个国家 成员国际贸易协定 我们难道不需要一个CPTPP的条例来监督吗 好了最后我要讲的是 政府在加入CPTPP之前 请你们一定要公开透明的回答人民的质疑 不要只用利大于弊来呼咙全民 我认为没有公开的资讯 没有讨论没有辩论就是黑箱作业 而台湾的农业和农民 就会被你们黑箱作业被牺牲掉 最后我要提醒你陈主委 不要忘记你以前的理念是什么 参与式的民主 谢谢你今天 你回避了我很多的问题 全民自然在看谢谢 谢谢